歡迎回到獨立特派議員的節目現場 接下來帶您關心的是 馬上七月就要開始放暑假了 而九月開學後 新學年108課綱也要正式啟動 由於新課綱不只是在課程規劃上 有重大變革 就連未來大考命題的方式 也會有所改變 因此被視為一場新的教改開始 而即將上路的108新課綱 強調核心素養 不過什麼是核心素養呢 核心素養是指解決問題 重視思考還有分析的能力 而未來大考也要以素養導向為命題 這一次新課綱尤其是在高中端改變最多 變動最大的就是以大幅降低必修學分 增加選修的方式 希望藉此讓孩子有更多時間體驗探索 找到自己潛能的機會 為了推動多元適性的學習 未來高中生就像念大學一樣 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跑班選修 成就每一個孩子是108課綱重要的目標 不過新課綱能否成功推動教育改革 老師是最主要的關鍵 怎麼教 如何考 對老師們來說也是一項很大的考驗 來看看獨立特派原記者 張曉寅 黃振源的觀察 然後我們要辣手吹花 影響台灣未來十年教改 108課綱即將上路 從學知識到學素養 考招連動新變革 108教改必懂得關鍵字 OK 好 這些鯨魚會充滿了塑膠袋 怎麼說 The well stomach was full of plastic bags How do you spell stomach? 事前設計好題目 再讓同學以遊戲作答 老師活潑有趣的教學 讓學習動起來 然而隨著108課綱倒數計時 不只教學方法要創新 新課綱改變了教育方向和目標 整個教學現場正面立場巨大變革 因為108課綱的話 主要講的是核心素養 那核心素養其實就是教學生 要如何去解決一個生活上的問題 以及面對未來的挑戰 那我們的 在以前往年的話 我們的教學上面就是以主科 每一科每一科的方向去教學 但是108進入了之後 在強調素養的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做跨領域的 教學整合 你選豬喔 可惜沒有豬 我喜歡小兔子 你選小兔子 你看起來很合 我們以前可能準備一本教材 我可以教10年 因為反正我只是做這些練習就夠了 可是如果我們要把素養這個東西 帶進來的時候 你的教材的更新是一種必要 新科剛強調核心素養 未來不管課程系統以及教科書編寫 都必須以素養為導向規劃發展 九年魚灌口號的是能力導向 我這樣講我不曉得適不適宜 但是我覺得能力導向感覺就是 我們要訓練一匹馬 它很能跑 然後競賽的時候 它常常就是能力超強的 它可以跑到第一名 可是如果是素養導向 我不禁得是讓這匹馬跑到第一名去了 我覺得它可能是會試情況 它可能會團隊合作 它不會要的只是一種個人展現 它應該會是要一種團體 共好的一種心態 如果你是王免 你的生活變優惑了 你會想這樣嗎 會買更多椰汁 買更多椰汁幹嘛 你會發現他的生活始終如意 就是做什麼 畫畫 還有什麼 母書 那我上次結選了兩篇新聞給大家看 那請大家能夠從他們身上 跟王免身上去學到一些 你們可以學習的精神 當課本講到 元朝著名畫家王免 老師隨即以新聞時事做補充 進而以地球村角度 引導同學參與討論 並思考問題 究竟素養是什麼 怎麼學 根據十二年國教總綱解釋 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 及未來挑戰 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其實講白一點就是 孩子的學習必須具有更多統整能力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是所謂的素養導向的學習 那未來是不是要考素養導向的命題 或是素養導向的這些題目 那這是我們在我們目前 未來應該三年內 會最擔憂的事情在這個地方 美國兩家有兩家廠商跟二輪市有一家廠商 他們現在已經有在賣這個東西 你看叫輪體冷凍 所以因為你會發現 基於冷凍竟然是有機會會成立對不對 可是剛剛最近有一點吊詭 吊詭在哪裡 他們看起來有活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確保他可以補多久嗎 素養強調要解決生活問題 更重視思考與分析能力 部分家長擔心考題越來越難考 面對種種不確定因素 乾脆選擇讓孩子念思想 整個素養來講其實對一般家長來講的話 會比較陌生 其實對老師來講 尤其心電老師也是比較陌生 那原則上基本來講 所謂的素養平養就是把 以前都是考基本知識的題目比較多 那所謂的素養平養就是 要以基本的知識為基礎 然後去融入你的生活情境 素養的平養的題目 通常它的題幹會比較長 那對於閱讀能力比較差的寫生來講的話 可能比較吃虧 有別以往老師多半只是講述課本內容 未來老師們必須從生活或環境中找素材 以主題統整方式引導學生學習 在上課當中 你如何把這種情境融入你的教學中 教會你的學生怎麼樣應用基本能力 去解決生活情境的問題 所以老師本身應該也是一種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挑戰 這樣 下方手靠近腳面 上方手握進腳桿的中間 下方手一樣靠近腳面 上方手 每個禮拜四固定是成德高中 全校上選修課時間 會推動多元式性學習 未來高中生是依自己興趣跑辦選修 以前學校當然也有被規範選修課 可是老師們多半是換湯不換藥 可能我有一個美美的命名 說這個叫邏輯與思考 可是我還是在上數學課 可能我這個叫做閱讀語什麼什麼 可是我還是在上國文課 那現在的多元選修課 從從我們開始試行 真的讓老師感受到說 這這不是換湯不換藥了 這是真的 真的想要給學生有不同 帶來不同的那個能力 所以他們也開始設計高一高二高三的戶外體驗課程 不管是出去攀岩 或者是今天的力挺活動 然後他們之前也有單車 他們希望給孩子有引導能力 然後有規劃活動的能力 新的教育改革希望讓孩子們找到學習動機與熱情 為達成這個目標 新課綱在高中端改變最多 大幅降低不定必修 從138學分降低為118學分 並以增加選修 由原本下限40學分提高到54學分 讓孩子有更多機會體驗探索找到自己的潛能 成德高中積極發展戶外教育 他們奈領學生體驗素息 觀察生態並且做地質踏查 讓同學藉由親身體驗 學習探究與板思 並培養團隊合作以及人際溝通的能力 因應新課綱推行 很多新的課程和教學實驗開始實施 那等一下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看一下其他人 他怎麼樣寫雙七的新聞 然後看完之後 把他們的新聞整理一下 雙七小記者是新北市雙七高中開設的多元選修課 藉由拍攝與剪輯 他們讓學生在社區透過對議題的觀察與記錄 轉化為內在的思辨能力 108課綱希望學生花更多時間發現自己專長 因此規定每個學校都必須開設比班級數多1.2至1.5倍的選修課 就是現在的選修可能就是舊綱 它在一定的範圍裡面比較小部分的事情 到未來新綱落實之後 那跑班選修 甚至跨學程選修的課就會越多 所以可能一個老師要做媒體試讀 又要做國際教育 又要做鄉土教材這樣子 就一個老師要多重身分 那這也是平常學校裡面學老師少 那可是要開到1.2倍 它面臨到比較大的壓力 那想問一下就是其他台下的兩組 你們有什麼看法嗎 就是關於這種環境類的 他把它放在就是最後觀念部分放在最後 教育部要求高中職必須廣開選修課 不過依現行教師員額編制 普通高中每班只有2.25人 對小型學校根本無法滿足開課需求 而這些選修課都是學習歷程檔的一部分 是未來學生要申請大學的重要採集項目 學校會想辦法最大的限度去開他能開的課 但是確實會有很多的課 可能沒有辦法像之前規劃的理想度那麼的高 所以孩子會不會受到影響 有可能 因為Maybe他想要去升學的那個科系的課 學校沒有開 或學校開得很少 那未來這樣子的一個學習歷程 送到大學端的時候 大學端他可能就會覺得 你Maybe對我這個科系 你不是那麼的感兴趣 因為你修的課不夠 沒有那麼的多 關於有什麼方法 但是要快一點的過橋 快一點的過橋 學習歷程檔除了學生參加校內外活動的多元表現 其中最重要是 他包含學生高中三年的修課成績及學習成果 金老師認證後上傳 近幾年大學招生 個人申請入學比例都超過五成 可以看出高中生在校表現 將越來越受重視 你可以有書面的報告 你可以有實作的照片 你也可以上傳影韻檔 然後你也可以有探究實作的報告 或者是社會科探究活動的心得等等的 那這個是學習成果 另外是多元表現 多元表現的話大概每一個學年 學生可以上傳至多實踐 到了你要參加就是徵選到大學的時候 請你就是提交到我們所建置的中央資料庫 然後讓大學端他可以看到你三年的學習成果 他整個學習是會比較完整的被看到 家長跟學生比較擔憂的是 大學端那一邊沒有一個標準的量子 譬如說同樣的一個多元表現 某甲跟某椅送過來的 同樣一種競賽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 那麼大學端如何去評量他 因為你要把它量化才能夠比較 成就每一個孩子是108克綱的重要目標 然而新課綱能否成功推動教育改革 老師是最主要的關鍵 因為老師他除了他自己本來校定 校定或者是不定的課程之外 他還要做這麼多元又豐富的課程 又要有集體創作合作腦力激盪 所以那個師資的部分 如果說沒有辦法擴編的話 我覺得對老師而言就是很大的loading 新課綱它的課程其實很特別的是 它降不定必修 它增選修的課程 就是在選修跟校定課程的部分 其實它增加非常多的彈性 那這些的彈性我們期待是多元師資 以及特殊專長的老師來譯助 不一定是就是思培系統的師資 那此外的話其實在高中階段 我們非常的期待學校可以跟大學院校這裡合作 它現在因為就是跨領域而且加上就是科技技術的關係 還有跨領域的那個專長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單純從思培系統上來 反而是比較欠缺這樣特殊專長老師 這一些加成的那個變化都會讓新課綱的課程更活潑 而且具有創新性跟未來性 108課綱關乎台灣未來十年教育方向 不管是要給孩子帶著走的能力或是學素養 最重要還是家長們的觀念與態度 培養孩子興趣 探索自我 發展潛能 也是孩子們足以面對未來的關鍵能力 人對事情才會對 要讓孩子們多元視性學習 開發潛能 成就自己 老師們恐怕也得先深入探索這個過程 才能在108課綱啟動上路後 和孩子們一起前進 現在先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